大家我們回來了 其實我們哪裡都沒去 上個禮拜因為有一個影片在講 政府正在合法化稀爐的關係 我們就被Youtube封鎖了一個禮拜 所以接下來每一天我們大概會出兩個影片吧 就是把上個星期沒有發上來的 重新發上來一下 在這邊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現在在Rumble跟Odyssey上面 在我們Coffee上面也會繼續更新 如果你是我們會員的話應該就有看到 所以如果有一天 AI News突然停止了 請各位放心我們哪裡都沒去 只是被Youtube封鎖而已 我們也在重新整理我們的網站 這個樣子大家就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我們的動向 我們最不想發生的事情就是失去各位的收看 我們是戰友我們是一起的 我們需要各位一起翻轉這個時代 今天回來第一天就來討論一下這個 民主黨再度起訴川普 而且這次的罪名是可以判死刑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的世代正在翻轉 根據統計顯示 年輕的男生現在自認為保守派的人 比自由派的人多出兩倍 這什麼意思 我們的社會在變好了嗎 某層面上吧 看著這個這麼好的新聞 我有話要說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們要判川普死刑啊 他們想要殺死他 這次不是之前在什麼追蹤他2016的這個競選 然後什麼付這個封口費給什麼色情片的這個演員 或者是讓他放棄選舉 然後把川普關在監獄裡 這次他們想要殺了川普 就是如果今天川普死了 這群人會在大街上跳舞歡慶 然後他們為了要上街跳舞歡慶 所以他們現在要試圖殺死川普 根據18 US Code Section 241 美國法典18章第214條 Conspiracy against right 針對人權的陰謀 刑罰包括最高10年的聯邦監獄有期徒刑 但是後面還有 如果這些傷害包括綁架、性侵或是有人員死亡的話 可處無期徒刑 如果有人死亡的話 那可以處死刑 那你可以在這邊說 對啊 但是這可能只是其中一個刑罰嘛 對不對 針對其中一個罪名而已 裡面是說如果有人死的話 但是這些自由派一直以來的說法就是 1月6號就是有死人 那個Brian Signick的這個警察的死亡 就是川普造成的 那這當然一開始是撒謊 就是啊那些暴徒就是神經病 然後呢把那個警察 板凳打死了 然後當然證實了 後來這個是假的 那個警察其實是自己中風 然後自己死掉的 但是1月6號的確有人死 諷刺的是整個活動 唯一死掉的人 唯一因為政治暴力而被槍打死的人 就是一位川普的支持者 一位被國會的警察開槍殺死的平民 他還是個退伍軍人 但是如果你讀18 USC Section 241的話 他們是可以說 對 的確有死亡發生 然後這也是川普造成的 就是川普趁他們集會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Ashley Babbitt的死亡是川普造成的 然後用這條定罪 應該也是可行對吧 說是川普造成這個1月6號的暴動 根本就是無中生有 連CNN MSNBC都出來說過 改了他們的新聞稿 但世界都不重要 他們已經無中生有了好幾次了 他們彈劾了他兩次 其中一個是川普還不是總統 只是沒工作 在他家裡打高爾夫球的一個退休人士 他們已經起訴他 現在好像第四次了 接下來還會有一堆 他們想要殺死他們 他們想要判死川普死刑 他們想要封殺他 禁言他沒有用 他們想把他關起來 現在他們想要殺死他 這就是我們的媒體不斷撒謊的後果 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新聞媒體要殺這些謊 不斷的殺這些謊 不斷的說這麼奇怪的事情 明明這麼明顯的謊言 他們就是要刻意斷章取義的撒謊 為什麼 川普造成了1月6號的暴動 川普叫做抗議人士衝進國會 川普殺了這個人 那個人 各式各樣小小的謊言 從CNN MSNBC CBC ABC出現 目的就是為了要將來他們起訴他 隔了快要三年 大家的記憶開始模糊的時候 你去問別人或是左派的證人 就是1月6號發生了什麼事 對我好像有印象 有很多暴力事件 然後我記得好像就是 川普支持者殺了誰誰誰誰誰 OK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了 OK 川普教唆他的支持者去殺人 這就是為什麼 我認為川普的最棒的口號就是 They're not coming after me They're coming after you I am just in the way 他們的目標不是我 他們的目標是你 我只是擋在中間而已 現在有了一個更新的版本 Let's get the toughest most deranged human being that we can find and put him in charge of Trump because they want to take away our election We're leading Biden by a lot and they want to try and demean and hurt us all of us You know they're not indicting me they're indicting you I just happen to be standing in their way That's all it is But what you're witnessing What you're witnessing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single greatest witch hunt of all time This is prosecutorial misconduct and its primary purpose is to steal another election They're all in a very coordinated attack trying to take away our election of 2024 They rigge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20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ri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24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ri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24 OK 他不是拉著人跟他站在一起 而是真的跟我們站在一起 而且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他說的是真的 就算你討厭川普 就算你覺得就是 Desantis 德桑蒂斯比他好 然後比他穩定之類的 你也必須要承認說 川普說的這句話是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不斷的攻擊川普 是因為他有機密文件嗎 當然不是 我們知道 因為很多政治人物 共和黨 民主黨的政客 都搞過這個樣子的飛機 OK 司法部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因為司法部根本就不在乎那些機密文件 他們會一直攻擊川普 是因為他教唆人產生了暴動嗎 就算你相信1月6號是他造成的 是因為他們在乎治安 在乎法治 想要保護所有的人的人權嗎 當然不是 民主黨呼籲使用暴力好久好多次了 Maxime Waters說 如果你遇到共和黨的人的話 你要推他 打他 去他家 去他孩子睡覺 以防 go to where their children sleep OK Hillary Clinton說 跟共和黨的人 不需要談什麼文化 Don't be civil with the Republican 然後還有什麼 AOC Elhan Omar 各式各樣的都呼籲 要使用暴力來對付保守派或是共和黨人 而且他們真的使用暴力了 2020年使用了一整年的時間 在我們美國的每一個大城市打砸牆 燒城市 燒警察局 然後司法部有做什麼事情嗎 他對川普的指控還有什麼 那個 在更衣間強暴了一個女的 是齁 民主黨在乎女人的清白 民主黨這麼聖潔 為了要保護一個女人 OK 一個有柯林頓的政黨 OK 在白宮裡把雪茄放到羅文斯基的那個 那個那個 Yeah 還有什麼那個 Bob Mendez 還有Joe Biden本人 他女兒Ashley Babbitt 日記裡面都寫到 Ashley Babbitt都已經成人了 他爸還是會跟他一起洗澡 就是他洗澡洗澡一半 他爸走進來跟他一起洗 然後Joe Biden的兒子 OK 亂輪他大兒子的寡婦 各式各樣的 一個期盼 閹割小孩 性解放 大雜交的政黨 然後你們現在說 你們為了一個說 強姦很浪漫的一個 女瘋子的清白奮戰 我也不這麼認為 他們會為了這些攻擊川普嗎 當然不是 他們會攻擊川普的原因就是因為 川普代表著一個聲音 一個保守派 憤怒 多人的 傳統的 愛國的怨氣 代表著右派 男子氣概 起來反抗的力量 一個我們的政府已經 以為我們被左派 閹割超過50年的一群人 OK 川普代表著我們 所以說 他們想要摧毀這個聲音 這個力量 這個不願意妥協的精神 或許你不喜歡川普 或許你覺得 川普可能 怎麼可能代表我 OK 我這個人當金服當了一輩子 OK 沒有離過婚 我很神聖 我很棒 但是很抱歉 只有他在幫你說話 只有他在為了你的價值觀 還有你的家庭發聲 只有他在為了你的信仰戰鬥 或許你不是這麼想的 但是 左派是這麼想的 所以 左派想要摧毀你 但是 川普擋在你的前面 所以這位 呃 拜登的打手 OK Jack Smith出來說話了 他是特派員 專門來調查川普的行為 一舉一動 OK 跟1月6號有關係的 還有整個2020的選舉經過 其中就包括了 川普藏匿機密文件的這個案子 現在 他發起了第二個起訴書 OK 他說川普要試圖推翻選舉結果 推翻美國的民主 反正就是 一堆廢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是怎麼說的 他把這一切都指向了1月6號 是很酷的事情 因為這一切都非常明顯的是政治 照道理說政府的部門應該是 不屬於任何一個黨的機構的 政府部門應該是屬於美國人民的 不應該是有任何的黨派 但是我們每一個都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一整個起訴 就是一個政治攻擊 就是 如果一個訴訟案 OK 政府的訴訟案要成立的話 那麼那個人犯罪 就一定要非常明顯才對 例如像說 南北戰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 南邊直接對著北邊的軍事機器開炮 還有南邊的州直接攻擊聯邦的軍事基地 那些都沒有被起訴 那些我們都已經說 就是我們都是美國人 所以說我們不計較 都這個樣子帶過了 Jack Smith在上面說的就是 川普好壞壞 他做的就是 我不喜歡的事情 他說了我不喜歡的話 所以說我們要起訴他 這是民主 但是 很抱歉 這不是犯罪 我或許會說一些很針對你的話 或許很噁心 很侮辱 你或許會覺得很受傷 很難過 但是 這並不是一個犯罪 Crime 我的拳頭一定要打在你身上 你才可以起訴我傷害罪 例如 我認為說 川普選舉結束了之後 殺了個謊 他知道民主黨是怎麼贏的 民主黨改變了選舉模式 郵寄選票 強制發送各式各樣的選票 選票收割 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民主黨贏了 民主黨的確是灌票了 但是他們當時灌票是合法的 他們改變了投票的方式 讓作弊合法 川普要求的應該是要調查 而不是說作弊作弊作弊 我們不能認證選舉人 這個樣子的東西 但是 這是我認為的 我沒有任何證據 然後我認為他在事後說 Mike Pence有權利不認證選舉人 這句話我也覺得他是在說謊 因為Mike Pence 在沒有參眾兩月的挑戰下 他一定要認證選舉人才可以 這個是法律 這個是憲法 但是川普不應該這樣說 這個樣子其實就是在抹黑Mike Pence 我這麼認為 但是並不表示說 川普有犯罪 如果我們開始可以認為 我們可以制定善惡了 我們可以隨便指控人犯法了 言論自由犯法 集會自由犯法 宗教自由犯法 現在你就是在廢除美國的憲法 無中生有的製造這個樣子的犯罪 這次的起訴書 比佛州的機密文件 成立還要困難 在佛州那個地方那邊 是喜歡川普的 你可能會有一堆陪審團 然後說 喔我不同意你 為什麼要起訴川普 那你之前呢 希拉蕊呢 歐巴馬呢 拜登呢 所以你這個不成立 所以他們這一次 在聯邦的法院 在Washington DC 在所有人都討厭川普的地方 起訴川普 那DC住的一群什麼樣的人呢 住的一群討厭 有自我能力思考的一群人 我們就來看一下 美國憲法的死亡證明書 美國自由的遺書 以下是Jack Smith 這部份集中 文件以下 一官員來的報告 在公司的公司 發送過 這條件 phases 我請各位 read it in full 本來的 這個對話 7人的死亡 4月6日 2021 就是一個 被罵民盡 破滅 姿的 這段 是從此 成立的 因人 他剛說的內容 不是一個犯罪的證明 我同意1月6號很糟糕 我可以說我大概是 所有保守派的基督徒的媒體 第一個出來說1月6號很糟糕 我記得隔天1月7號就出來錄影 就說我們中計了 我們沒有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調查中斷了 共和黨放棄了 我說我討厭暴力 我討厭暴動 任何人都不應該這個樣子 特別是我們保守派基督徒 We can do better because we are better 然後我大概也是第一個出來說 1月6號這些愛國者 跟衝進國會的暴徒是不一樣的 暴徒們他們沒有經過思考重計了 然後各位想想看 我們那時候多挺警察 後來發現是警察放那些人進去的 是警察帶著 Jacob Chansley的Q薩滿到處走的 然後沒有一個警察趕出來作證 證明了一點就是 警察其實不是我們這邊的人 但是Jack Smith在這邊說的就是 1月6號好壞喔 然後川普說的內容是假的 所以他好壞 這樣子就表示他犯罪了對不對 很抱歉這並不是一個犯罪 川普沒有犯任何的罪 他們並不是以這個叛國罪起訴他的 他們想要以叛國罪起訴他 但是川普並沒有叛國 所以不能以叛國罪起訴川普 或者是叫說暴力罪之類的 什麼叫叫說暴力 就是前面有一群人 然後我跑過去跟他們說 我很不爽 你也不爽對不對 現在敵人就在那個大樓裡 我們衝進去 然後這群人就衝進去了 這個樣子叫做教唆暴力 但是川普沒有 川普說你們要和平的過去 讓你們的聲音被他們聽到 和平的 OK Ray App應該要被起訴 教唆暴力 川普不應該 然後還有其他幾項罪名 簡單說就是 他們起訴川普的總結就是 他們認為川普清楚的知道 他輸掉了選舉 2020的選舉 但是刻意教唆人 使用暴力來推翻美國的民主 這一切的前提就是 川普知道他輸掉選舉 OK 你覺得川普真的認為 他輸了2020嗎 2020年這個選舉有太多的問題 賓州違憲的選舉模式 內華達州50幾個人 住在一個空地上 喬治亞州計票計到一半 水管炸裂 然後全部驅逐 但是計票員繼續計票 各式各樣的 OK 每一個人都會懷疑 他呼籲群眾去國會 支持這些參議員跟眾議院 挑戰選舉結果 然後要求重新計票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現在還被說成是 陰謀違反人權 推翻美國民主 試圖推翻美國政府 然後這些罪名 甚至可以判到死刑 之後會怎樣 我來告訴各位會怎樣 我的預測 什麼都不會發生 這個訴訟案不會成立 OK 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呢 因為他們的目的 不是要攻擊川普 他們的目的是要攻擊你 各位可以想想看 目前川普被左派打造出來 是個什麼樣的形象 OK 他是一個俄羅斯的間諜 億萬富翁 全美都有資產 全世界都有資產 跟俄羅斯密謀 竊取了2016的選舉 然後呢 他們成功了阻止了2020 然後川普欺騙了美國民眾 促成了這個1月6號的政變 密謀的推翻美國政府 川普這個人有什麼呢 有兩台直升機 兩台飛機 一台波音757 可以橫跨任何一個海洋 一台私人噴射機 裡面有整棟的房間 洗澡的地方 飛機上的安全帶 還是鍍金的gold plated 這個樣子的人 逃跑的嫌疑夠大了吧 對不對 如果民主黨真的 我認為他有罪的話 就應該把川普關押起來 對不對 使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把這個人鎖起來 不是嗎 結果他們沒有 如果依照他們的說法 OK 就是他們沒有把一個 俄羅斯的間諜上手銬 然後讓他繼續跑 還繼續參選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連他們都知道 這些指控是無中生有的 就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 他們創造出來的川普形象 他們知道川普不是俄羅斯的間諜 他們知道川普沒有教唆 1月6號的去執行暴力 他們知道川普不會怎麼樣 但是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想要的是你怎麼樣 他們希望可以攻擊川普 然後他的支持者就會生氣 發飆 然後去做一些傻事 例如像說衝進國會 或衝進州議會 這個樣的東西 他們希望你出去 跟著你一群朋友 講一堆什麼陰謀論的東西 就跟那個時候 2020年選舉結束的時候一樣 一堆的人在那邊講說什麼 川普3月23號就回來了 不對不對 4月16號 OKOKOK 出了什麼大事 所以說延期了 5月川普才會回去 OK 但是其實不對 其實之前的情報都是錯誤的 7月的時候 7月OK 大家看著 7月 軍方就可以有真正的行動了 然後我那時候 在1月7號的時候做節目說 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辦法了 選舉人已經定下來之後 基本上就是定局 憲法已經承認了選舉結果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加強自己 傳福音 確保我們的下一代 不會被同樣的手法騙 然後我就被說 我這個人沒信心 當基督當了幾年而已 然後在那邊扯大話 不知道神的大能 敵基督 Rhyno 他們就是希望能透過川普 再把保守派塑造成一堆神經病 他們就是希望會有人再去做傻事 再去搞一個跟1月6號一樣 這個樣子 他們就可以有理由 為了公眾的安全來逮捕 打壓更多的人 川普說的一點都沒錯 他們的目標從來就不是川普本人 而是你 美國大眾 川普只是擋在他們跟我們的中間而已 而他們現在就是想要利用川普 來激怒更多的人 他們希望你變得憤怒 你失去理智 而且忽略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自己的人生跟你的家庭 為什麼呢 因為世代正在改變 Gen Z 我們在節目上面吐槽過好多次 就是他們懶惰 濫性 不想工作 各式各樣的東西 左派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Gen Z的身上 對 Z 時代 Z 時代的年輕人 包括從1997年一直到2012年 為什麼這樣計算 我不知道 他們目前的年齡呢 是從差不多9歲一直到24歲 左派這些人認為說 這些年輕人會起來 然後全部投票給左派 全部支持社會主義 跟所有的社會福利制度 共產主義要稱霸美國了 保守派 宗教 信仰 右派 會徹底的消失 被淘汰 未來美國會是一個 左派永遠掌權執政的一個新世界 他們想要把Gen Z 打造成這個樣子的人 I genuinely do not care w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says about Gen Z they call us weak they call us lazy they call us ineffective and it's like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s gonna stop us? Their insults don't faze my generation Gen Z is focused on change Republicans are focused on trolling and that's the difference My generation has beaten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2020 2022 and 2023 and we're gonna do it again in 2024 whether they like it or not The Gen Z wave is here and it's only getting bigger and that should terrify the Republican Party 是的 很多人相信這樣子的觀點 好像就是我們完蛋了 OK 我們就 關在教會裡 然後好好禱告就好了 等耶穌來就好了吧 今天帶給大家一個 天大的好消息 就是美國年輕人的走向 並沒有像這些人說的一樣 而且這個在性別上面的 出現非常大的分歧 小女生真的越來越左 沒有錯 但是男生不一樣了 男生受不了了 在這個彎曲背景的時代 我們可能要我們現在 就讀12年級的高中生 來拨亂反正的 現在這些年輕的男生 不只是變成保守派 而且未來很有可能是 現代美國保守派 人數最多的一個組群 這個報導是來自 The Hills 還是個左派媒體 中間偏左的媒體 標題是 高中的男生 現在越來越往保守派靠攏 報導上面說 大多數的人的想法 認為年輕人的傾向自由派 而且越來越傾向自由派那邊去 但是現在社交媒體的這個民調數字顯示 高中12年級的男生 出現了大量的 Overwhelmingly的保守派 OK 這個跟Reddit 還有推特上面的這個趨勢類似 但是這些數字的確是告訴我們 12年級男生 認為自己屬於保守派的人 多出認為自己屬於自由派的人數 高達兩倍 這個數字是來自美國聯邦 針對美國青年的民調 這個每一年一次的調查報告 過去三年份當中 大約有四分之一的高中男生 認為自己是保守派 或者是非常保守 在這個檢視未來的這個民調當中 學者指出 在1970年代 只有13%的男生 稱呼自己為自由派 或者是非常自由派 女生還是一樣 我們把這兩張圖片都放上來 上面是講說 女生越來越左 OK 這20年來 年輕的女性比男性更在乎自由 男女平等 而且什麼 為了什麼男女之間的 這個薪水差異而發生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的看法就是 天下沒有新鮮的事情 這個社會往左走了這麼大一步 OK 開始全面左派了 我以前也是這個樣子 我以前也覺得這個世界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這麼不公平 我當時覺得說 我很潮 OK 我為了不公平在打拼 我為了自由奮戰 我是高尚的 我是獨特的 我比這些老人還要好太多了 比這些老人都還要有知識 然後我才15歲 我沒有任何的教育經驗 或者是社會經驗 但是我想要改變這個時代 就是聚集所有年輕人的力量 來推翻一個保守成就的 這個社會組織架構 我就是這個時代的英雄 國家未來的主人公 改變時代 來一場革命吧 簡單說就是感覺很爽 一個道德高點 往下看這些基督徒的一個想法吧 當然我當時不是基督徒 這個思想就像一個毒品一樣 OK 然後呢 當現實出現的時候 當我們發現 就是現實上不是這麼回事的時候 你開始上班了 開始跟別人一起工作了 開始為了生活奮鬥了 而不是為了翹課 跟不寫作業而活的時候 如果你還處在一個 就是左派包圍的 包容的環境的話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你的身邊都是一群神經兵 特別是很多女生 很多女生一天當然說自己是被歧視 但是你穿成那個樣子 你叫別人要怎麼把你當一個公主看 有些人一天當然說老闆打壓他 但是說真的 他就是什麼都沒在做 OK 然後只要一做就是心不在焉 所以被開除是 明明是理所當然的 為什麼他還要覺得自己被打壓呢 慢慢的自己的心態會去改變 現在美國就發生了這個樣子的改變 那我在這裡跟我們的女性觀眾說聲抱歉 我沒有要貶低女人的意思 女性的意思 但是女人就是一個很容易被情緒化議題左右的生物 這個就是事實 不是女人的錯 神就是這個樣子造我們的 女人很容易被這些議題牽著鼻子走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那個女性的圖表 為什麼 突然自由派的支持數量人數會飆漲 我敢保證 很多原因 絕大多數原因 就是因為ROBI被推翻 然後有人跟他們說 墮胎其實不是在殺死你的小孩 他們還不是人 他們又不會痛 這個是在剝奪你的自由啊 然後就因為這個原因 一個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被迫害 所以連自己的小孩都想要殺死 然後女人為了想要為自由發生 就算傷害自己也都無所謂 除了什麼墮胎以外 除了什麼解放奶頭 吸毒合法 濫交合法 無條件離婚 通姦除罪 各式各樣左派的政策 其實每一個都在傷害女人 每一個都是在合理化 男人把女人當成性玩具 每一個都是在貶低女人的價值 每一個都在讓男人合理化的 讓在女人神志不清的情況下 然後傷害女人 但是這個就是過去20年的社會方向 這些女人 這些女權主義者 以為他們在打擊父權主義 以為他們在幫女人發生 結果其實他們只是在放棄自己 身為女人的價值跟他們的人格而已 他們以為創造出一堆很懦弱 很沒有自信 什麼都不敢做的男人之後 女人就會變得強大了 但是在造成的卻是 女人越來越不開心 女人越來越難過 女人越來越找不到對象 因為男人都太爛了 我們很多教會就是這個樣子情形 保羅在新約裡面說 不准女人講道 不准女人當牧師之類的東西 其實不是在說女人不應該掌權 而是女人非常容易被情緒化的去做很多妥協 教會的情形 目前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就算很多教會的牧師是男的 但是直視在做事的同工幾乎也全部都是女的 然後很多牧師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討好女性的 導致整個教會對於改變時代的這個觀點 處於一個被動角度 然後女人跟男人不一樣 男人起衝突就是去外面打一架 然後不然是贏了不然就是輸了 要不然就是友情崩潰 要不然就是握手言和 但是這造成一個高低的制度 但是女人跟女人通常是處於很多口密復健 然後背後捅高的情況 所以這個世界是需要男人的 而且男人真的需要有勇氣去做正義的事情 男人是要起來當一個有擔當的男人 所以這些12年級的高中生出來說自己是保守派 是一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是一個我們正在奪回陣地 但是 是不是很重要 這個新聞聽起來很棒 我們要知道保守派是什麼 然後我們在保守什麼 現在實在是非常危險的 絕大多數的年輕男生跟我年輕的時候一樣 那個年紀的男生 就是我們想要不同 我們想要突出 我們想要變得跟別人不一樣 那我當時那個年代就是什麼 打耳環啊 打耳洞 然後染頭髮 然後聽什麼gangster rap 或是重金屬音樂那一種 支持同婚 支持墮胎 因為這個樣子就表示 我很edgy 我很邊緣 我斜槓青年 現在我幾乎可以確定發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這些高中生想要不同 當我們的社會已經爛到打耳洞 染頭髮 支持墮胎 支持同婚是正常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男生起來想要唱反調 而且當我們的數學老師都變得娘娘腔 OK 都開始打耳洞 都開始染頭髮 然後支持墮胎 支持同婚的時候 當驕傲期被掛在數學教室 或歷史教室的時候 對於年輕的男生來說 揮舞 驕傲期 就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了 變成那個樣子 左派的這些抗議 每天生氣的人士 其實就不是不同的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時候 當一個保守派 回到父權主義 回到賺錢 喝酒 玩女人 當一個大男人 當一個成功的男人 不被這個社會牽著鼻子走 回到原本父權主義的社會的樣子 這個好像被他們說成是保守派的樣子 在網路上傳達這樣的訊息的人 是非常多的 例如說最有名的Andrew Tate 現在有好多保守派的人都在訪問他 OK Candace Owen 還有最近她跟那個Tucker Carlson 都覺得她在翻轉這個時代 OK 但是 她是一個危險人物 絕大多數我的影片 都是在提倡男子膝蓋的 男人要有責任感 要保護家庭 要保護 要守護所有的人 要有勇氣 我們來看一下 就連Tucker Carlson Katnace Owen 都掉入了陷阱 所以說我們要非常小心這個樣子的人 我們更要小心這些12年級生 自認為自己是保守派的人 是在跟什麼樣的人來學習 好久不久 and they would talk to guys on the internet for money that's what they would do it's like you know what I'm taking over so what I did is I unplugged their keyboards and plugged a new one in from me behind the screen so the chicks would sit there and hit a keyboard that wasn't plugged in and me and my brother and eventually some staff I trained would do all the talking the girls would sit there fully clothed or a bikini the girls were just pure just famoosers just laughing and doing this the titties out one I intimate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these websites and they were talking to ice cold hustlers we were taking their money all of it I've had and seen men give away their life savings to girls they'd never met I've watched and I've seen it they come and say what kind of all of it we're f***ing milking them dry and I actually think a lot of the insights I give I had these guys selling their houses life savings loans all of it to me gimme it all a lot of the things I tell the world about the male men mental health crisis you'd have a guy you'd feel bad or no f*** give a solitary f*** yeah andrew tate跟 kenis owen 访谈的 那个节目 我全部看完了 三个小时 因为我对这个人 有非常大的兴趣 但是 印象一直都很差 因为 我以前的想法 跟他基本上一模一样 充完着欺骗 谎言 虚假 物质主义 骗女生 跟他们上床 之类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他是个保守派 只因为他支持川普 只因为他出来骂拜登 只因为他出来说 美国政府很腐败 只因为这个样子 只因为他被攻击 但是其实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他花了这么多钱 到处去开趴 创造出来一个假象 就是他很强 他很厉害 他很聪明 只要有钱 就可以随便玩女人 只要有钱 就可以不在乎道德 只要有钱 就可以得到快乐 这对于年轻的男人来讲 听起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但是快乐 不可能用钱买得到 正义跟真理 根本不是可以用钞票堆起来 所以这个The Hill的统治数字 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很开心 因为这个时代正在被翻转 但是同时 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往哪一个方向翻转 而我们基督徒 教会要非常认真的 看待这个样的事情 我们要把男子气概 真正的男子气概 放到这些年轻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把圣经的价值观 放到这些年轻的男孩当中 不然他们很有可能 就只是从左派的邪教 换成一个 网路上假装右派的邪教而已 Nor stand in the path of the sinner Nor sit in the seat of the cornfall 川普选举 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 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庭 跟守护神的律法 当一个男人要有男子气概 而且是圣经的男子气概 不是世界虚伪的男子气概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